欢迎来到彼人的山中楼屋 沉闷不弃 聆听山人山语 在下 四周山人 诸位 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凌晨好 上次跟大家讲了一半 上次讲了三个例子 讲了乌克兰 以色列 加拿大 三个例子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讲下一半 下面呢 我就是想讲一个比较长的例子 一个关于中国足球 不过讲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处处 这个故事呢 原本我是知道的 但是呢 在听到 就是说对一些细节 没有那么 知道那么多详细的 细节方面的东西 然后呢 细节呢 我是在另外一个up主那儿 听过来的啊 所以呢 我需要讲一下处处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频道 跟大家推荐一下 呃 这个频道呢 叫寻找中国功夫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频道啊 它非常分析问题啊 非常有理性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频道 那么我我就讲了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国足球啊 就冲出亚洲打进世界杯圈决赛 就那么一次 0202韩日世界杯 能讲到这个韩日世界杯呢 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了 呃 我当时请了非常著名的教练米卢啊 在米卢的带领下 米卢的排兵不正啊 什么 他就是 他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啊 发挥你的优势 帮助中国的 取得 取得了 这个 在十强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然后就第一次冲出 冲出亚洲了啊 打进决赛圈 但是其实对足球了解的朋友 也是 其实知道的 当时候 功劳呢 不能全部放在米卢身上 米卢其实是属于点金之笔 当时候 我们的 十强赛的抽签和分组 其实功不可没 甚至有的人说呢 我们当时候中国对冲出世界杯是靠抽出去 其实 如果在行业人类了解的话 这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没错 我们是非常得益于那个抽签 老实讲 那个抽签的话 没有米卢的话 是其他人来 也很有可能就 还是打进这个决赛圈的 冲出世界杯的 那 那个抽签 当时候抽签 是怎么回事 当时候我们那个抽签 摄像赛抽签呢 是避开了沙特和伊朗 尤其是伊朗 当时候 其实我们是非常怕伊朗的 我们甚至是有孔一症的 碰到伊朗 大概率的 我们 在当时候 那个情况底下 我们碰到伊朗 大概率是大比分数给伊朗的 所以我们当时候 是非常惧怕伊朗的 是有孔一症的 所以我们是肯定是想避开伊朗 但是那个抽签 怎么避开他呢 所以当时候 我们的中国足协 靠在亚洲足协 担任职位的张吉隆 运作 当时 当时其实这个抽签 全部得归功于张吉隆 他是怎么运作的呢 张吉隆就提出了议案 就说十强赛分组 我们要根据亚洲杯 加预选赛的成绩 作为分党依据 那么按照这个分党依据 中国队跟伊朗队 就是同党球队 同党球队 那是不同组的 所以如果采用这个分党依据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美的避开伊朗 甚至沙特也可以 那么当时张吉隆 拉拢了日韩 在他的运作之下 得到了盟友的支持之后 就利用了他的影响力 采用了这种小 十强赛 小组赛的分组依据 那么采用了之后 中国队最后抽到了一支上上千 日韩作为东道主 已经提前出现了 所以亚洲呢 在实力不强的情况底下 在已经其实是两张票 不用去分摊的情况底下 下面我们还可以有两张半 那么我们又没有和沙特 沙特也很幸运的不在一组 没有和我们最不想对的伊朗 在伊术的情况底下 我们抽到了一个上上千 那么再加上后来又聘请了米卢 所以种种天时地利 人和所有的因素 一切都完美了之后 中国足球队终于第一次冲出亚洲 踢进了世界杯 那么当时候以为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 其实这是我们的巅峰 我们现在看来这是我们的巅峰 那话说回头当时 这种在张吉楼的硬作之下 我们冲出了亚洲 踢进了韩日世界杯 其实对中国队来说 我们是赢了 对韩日这个世界杯的两个主办方来说 其实也是赢了 因为中国队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 去打这个世界杯 在商业利益上也是为两个主办方 带来了很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张吉龙这顿操作之后 这个局面其实是一个双赢 甚至多赢的局面 所以以至于在当时那段那段时期 中国跟韩日跟甚至东南亚 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基础的一个联盟 我们当时是玩的比较好的 其实经过这么一番 就经过这么一个操作 一个联盟以后 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当时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个A3联赛 我们组织了中日韩A3联赛 A3联赛当时候就是只在对抗 亚足联的亚冠比赛 是跟他们分庭抗礼的 这么一个我们组织的一个三方联赛 所以当时候是非常好的 中日韩玩的非常好 是非常好的盟友 那么讲到前面就很好 接下来讲 就要讲我们故事精彩的部分了 这个精彩的部分呢 我就往下讲了 那么2012年 亚足联主席哈曼呢 出了一个汇宣丑闻 所以因为那个汇宣丑闻呢 那哈曼呢就下台了 然后下台了之后呢 张吉隆就代理足协主席 代理足协主席代理了一年多 然后原定于 要定于2013年 要进行重新选举 所以进行这个重新选举呢 很显然张吉隆呢 是要打算参选的 他是代理主席嘛 对吧 又是在中国 中国足球足协 在亚足联的唯一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 那么日韩方面呢 日本他也打算推出自己的 好像是日本当时的主席副主席吧 也打算推出他自己的副主席去竞选 韩国呢 也打算推出自己人 东南亚呢 也打算推出自己人去竞选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中国足协是非常支持张吉隆 去参选亚足联主席的 非常支持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张吉隆 中国足协就去拉拢日韩 拉拢东南亚 跟日韩东南说 你们支持张吉隆 支持张吉隆参选 这样呢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那么日本在权衡过后呢 因为他自己的主席副主席 无论是在能力方面 还是在亚足联的这个名气 这个基础 这个实力 这个影响力方面 都是大大不如张吉隆的 那之前那个一起 就是说 在支持中国队 有利制定 有利于中国队的分组提案的 那个时候 张吉隆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加上后来代理主席的能力呢 也是令日韩 令东南亚幸福的 所以最后呢 张吉隆和中国足协 成功的拉拢了日韩 东南亚 再加上在代理主席 亚足联主席 代理主席这段期间 张吉隆跟西亚一些国家 其实足协关系搞得也不错 所以他成功的拉拢了 日韩和东南亚和西叶的一些国家 都支持张吉隆参选 这个亚足联主席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其实张吉隆是 基本上可以当选的 当选亚足联主席的 所以到这里呢 形势是一片大好 形势一片大好 那么下面稍操作就要来了 稍操作就要来了 诸位听好 那么在20 2013年前夕 在前夕选举之前 2月份 亚澳理事会主席 科威特人 法赫迪 法赫德 有的翻译法赫迪 有的翻译法赫德 我们就叫法赫德吧 法赫德 2月份访问了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那么在他访问之后 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 突然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不支持张吉隆参选了 不支持他参选了 不支持了 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过了一两周以后呢 张吉隆自己也宣布 退出 亚洲足协主席的竞选 他自己宣布了 官宣了 那么他理由没有详细说 但是他说 形势很复杂 我是无奈退选 我是无奈退选 所以这个时候 日韩就懵了 日韩就懵了 日本 一时之间 日韩一时之间 都找不出自己合适的参选人 他们找不出来一下子 因为马上3月份就要选举了 然后东南亚呢 他们只能仓促的去找自己的 那个竞选人 最后就仓促的推出了 马库蒂来参选 法赫德 那么这个亚奥理事卫主席 这个法赫德 他主要是支持巴林人 沙尔曼来参选 那么在这种 最后林郑倒戈也好 林郑退缩也好 这种乱哄哄的情势底下 最后 巴林人 这个法赫德支持的巴林人 沙尔曼当选了亚族联主席 就产生了这么一个 啼笑皆非的结果 啼笑皆非的结果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了 为什么 很奇怪 为什么 中国体育总局 突然就说 不支持张继龙参选了 然后 也 张继龙自己也声明退出了 为什么 后来坊间传闻 说 法赫德在 访问中国体育总局的时候 向中国体育总局保证 说 他会利用他的影响力 他会利用他在奥委会的影响力 全力支持 中国的奥运优势项目 不会被提出奥运会 因为当时候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说 中国的有些优势项目 尤其是乒乓球 很有可能会被踢出奥运会 或者说从夏季奥运会 挪到冬季奥运会去 有一种这种说法 所以 中国奥委会呢 是急了 是有点急了 那么法赫德在保证 在拿到法赫德 保证的情况底下呢 中国奥会 作为 做了权衡 做了权衡 他们觉得还是需要 保中国的优势金牌项目 尤其是乒乓球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 在中国体育总局的边理 他们是下了一手好奇 一方面 虽然他们放弃了这个亚族联 主席主席 亚族联主席的竞选 那么同时 他们可以换来 一 给保证 中国乒乓 中国又是项目 尤其是乒乓 不被提出奥运会 我们保证的金牌 这是其一 其二 我们又和西亚 对吧 东亚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又和西亚结盟 对吧 我们又多了西亚 兄弟的支持 这是一个双赢 这是一个双赢的举动 那么这个操作下来 最后 最后 法赫德支持的巴林人 沙尔曼 赢得了 亚族联主席之后呢 不出意外 不出意外 下面 他 当然是支持 他的西亚足球 他支持西亚 对于中国 基本上没有什么表示 没有什么保证 中国人的利益 那么 日韩 日韩直接就 怒了 你中国人 出卖队友 不知道 搞什么 最后日 最后日韩 日韩就说 去你妈的东亚联盟 我们自己玩 我们自己玩 日韩的实力够硬 他们就踢开中国 他们就去找了东南亚 他们就带着东南亚 他们自己玩了 所以在亚族联里面 西亚是一块实力 韩日 加东南亚 是一块实力 中国呢 中国就是两不沾 中国就是没有实力 谁也不理你 你自个儿玩 以至于在去年的 那个奥运会 一选赛出现了事情 因为疫情 来中国踢的一场小组赛 对方 队员里面 检查出来了两个阳性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就 那中国的那个防疫政策 是比较严的 所以他们来不了 不给他们来的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亚族联 提出 在他们不能来参赛的情况底下 比赛取消 要换场地 换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比赛 那么 并且要求中国队要承担 非但是自己和对方球队 两支球队的 然后还要承担 因为另外一场比赛 也要取消 因为你不能另外一场先比 这场 延后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比分就可以 如果是有操作的话 你就可以去操作 所以他一取消 就是两场比赛 那么中国队 非但要承担自己和 我们自己比赛小组 小组比赛 那个对手的费用 还得承担 另外两 另外一场比赛的 两支球队费用 所以中国的变得要承担四个队比赛的 因为由于这个改比赛时间而产生的这些机票也好 住宿也好 中国都要全力承担四个队的费用 那这个就是欺负我们老实讲 这个就是欺负我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欧洲 在那个 在那个欧足联的比赛里面 有同样的情况 欧洲小组赛的里面 同样的情况 因为有一支球队 有阳性的情况底下 那么他们的处理办法是 直接判那支不能来参赛的球队 判负 直接判他负了 都没有改期在 在赛的这个机会 因为是因为你一有阳性 你不能来 所以我直接判你负了 对吧 那么到亚洲联这里 我们非但没有直接判负 改期比赛 那我们也不说 可能不同的做法 但是让我们去承担 他们四支球队的费用 这个老实讲 其实是非常的对我们不公的 是歧视我们 或者说完全是在压迫我们 那么很多朋友肯定就会一分填印了 他们怎么这么对我们 这里善人想说的呢 是没错 他们是这么对我们 但是你要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对我们 是因为我们没有朋友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朋友 是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完成了孤家寡人 你的骚操作 你觉得你自己在玩一首好棋 其实是一首臭棋 讲这些呢 其实善人知道 国内的一些朋友 或者说这里的一些华人 听到了之后呢 肯定心里面不舒服 那么善人自己呢 其实在讲这些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也是不舒服的 但是善人还是要表达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中国人 如果继续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面 把别人当傻子 自以为两边都不得罪 其实是两边都得罪 如果我们只沉迷于 只沉浸于自己的逻辑 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 最后呢 其实就是双输 其实就是我们都输了 我们把朋友都完美了 所以这里善人就想说 善人讲这些 不是想讽刺 也不是想去谩骂 或者去怎么样 善人讲这些是希望大家可以反思 提出反对意见 让大家意识到 我们提出反对意见 不是说要反对这个国家 不是这个逻辑 而我们是要呼吁反思 我们是要呼吁有更多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我们这样做呢 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不好 我们相反是想这个国家更好 因为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的话 我们怎么去正视它 我们怎么会有感进 对不对 所以善人还想说 我们反对什么 并不是要推翻什么 我们要的是改变 是每个人都认识到 然后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改变 这样包括执政党 包括政府也能认识到 包括执政党和政府也是需要改变 那么我们这样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善人的观点 讲到这里呢 这个例子就讲完了 善人呢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善人的这个正面的意思 而不是从说我要抹黑这个国家 这个角度去思考的 这期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善人聊天的朋友呢 请动动你们的手 订阅一下善人频道 欢迎来到 欢迎今天来善人的楼 听善人讲一些话 山高水长 咱们来日 再见